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公布了最新经济数据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 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速6.3% 其中第二季度增长6.2% 这是27年以来最低季度增速 我们曾习惯了8%左右甚至两位数的高增长 6.3%所带来的心理感受的确会是不一样的 甚至有些沉重 但是无论百分之几说到底是用来生活的 而不是用来宣传炫耀的 中国经济正在开展由政府主动调控推动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转型 这一转型的根本方向就是以人为本 这种转型的效果怎么样 老婆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我们看 我们看到的是污染在减少 经济发展的生态化原则越来越强 于此同时消费在经济动力机制中越来越占据中心位置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是给咱们老百姓 给中国老百姓自己服务的 老百姓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 公平也受到全社会的共同重视 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成为重要的政策导向 这一年大家看保姆 护工等底层工作收入的增长都处在最快的行列 腐败等导致不平等的因素受到强有力遏制 我们有过经济过热的经历 不管有没有用的东西先建起来再说 资源消耗和污染都很严重 腐败渗透到大量环节 很多地方拆了建建了再拆 虽然GDP数据很高 但它们不可持续且存在与改善人民生活错位的大量浪费 中国经济这些年的调整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我们的生活正在更高的质量上被载造 当然了 经济下行压力毕竟是重大挑战 尤其是下行的趋势不见环节 这是中国各级政府必须严肃面对的 调整中的中国经济是否有可能实现更高一点的增速呢 老婆认为我们应当保持这样的自我鞭策 为此就要多想办法 比如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兴起夜间经济建设 这就应被认为是对经济新空间的开拓 希望这方面的思路不妨更大胆些 不要自设禁区 另外很多大城市汽车限购 这样的限购世界很少地方有 中国各大城市能否换个思路 舒缓城市的拥堵 让大家都能过上有车的生活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这一原则必须坚持 然而目前的限购政策压制了很多正常购房需求 我周围就有很多年轻人想把小房子换成大一点的房子 但因为算第二套房 要实际80%的首付 所以就换不了房 而一旦换房成功 装修买各种用品都是拉动经济 高质量的发展 我认为不意味着对经济活动的高档化追求 高质量的含义应该是以人民过美好生活愿望的对应度更高 城市管理不能追求高大上 而应当把人们的方便安全和舒适放在首位 秩序多元和自由 应当在城市里有机统一 而要避免只重其一不计其余 谢谢